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祖國就英國BNO5加1科案 終於提出了反制措施 究竟這些反制措施 對BNO持有人有甚麼實質的影響 就是我們今天的課題 作出分析之前想先提提大家 兩個有關BNO持有人申請移居英國的關鍵日期 合資格的香港人可以在明天 即是1月31日香港時間5時 即是英國時間 早上9時在英國政府網站申請特別簽證 預約到北國的簽證申請中心 提供指紋方便辦理這個手續 由這個途徑申請的 申請一獲批後 90日內就需要去到英國 另一個關鍵日期是2月23日 英國政府將會在2月23日開放手機應用程式 給香港的申請人 到時你只需要用這個程式 掃描你附有生物特徵的護照 就可以安助家中完成申請 這個應用程式是適用於iPhone和Android的 不過iPhone的用戶要記得要用iPhone7或更新的型號 而Android的用戶要用Android6.0或更高的版本 這次是英國政府第一次容許非歐洲經濟區 EA的公民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來申請的 大家值得留意的是 用手機應用程式的申請人批了給你後 你是沒有設限的 你何時要去到英國的時間限制 你是可以決定何時出發 任何在1997年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 都有資格取得BNO身份 而新的BNO簽證會多達290萬的香港成年人 以及230萬的家屬 提供給他們移民英國的一個途徑 根據英國內政部去年10月發表的影響評估 預計第一年至少有12萬3千個香港人申請新的簽證 五年之內應該有32萬人會選擇用BNO簽證進入英國 會為英國帶來24至29億英鎊 也就是約300億港元淨利益 剛剛說過 祖國終於有正式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昨天1月29日日上的外交部記者會說 應放妄固香港已歸中國24年的史實 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公然違背誠惡 則以炮製出台所謂度身訂造 具有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的香港居民 去英國居留和入籍的政策 一再擴大適用的範圍 這就是英國試圖把我們大批香港人 變成二等英國公民 是徹底改變了原來中英諒解的BNO性質 他還強調英國現在所謂的BNO已經不是原來的BNO 這個舉動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是粗暴干涉香港的事務和中國的內政 是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強烈憤慨 堅決反對 因此 中方將會在明天 1月31日開始 不再承認BNO護照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還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究竟這回應會帶來甚麼實質的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可以在特區政府發表的配合措施 同樣是由1月31日開始 有四件事會發生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不能用來在香港出入境 相關的香港居民是可以繼續用我們的香港特區護照 又或者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在香港出入境 第二 這個BNO不能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 相關的香港居民是可以繼續用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用來用作身份證明 第三 政客登機前往香港的航班時 航行公司要求相關的香港居民 出示香港特區護照 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以作證明 第四 如果未有其他有效的旅行證件 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 可以和入境處申請簽證身份書 作為國際旅行之用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說會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這一點值得關注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香港真的有大量人去申請 這個BNO5加1特別簽證的話 中國是否很沒面子 威信會受到影響 別人看到就會覺得 香港是否一個不適合被人居住的地方 這麼多人走 這個現象不可能發生 中國外交部還未講清楚 解釋會否有下一步 又或者會否有更進一步的做法 這些做法可以包括些甚麼 近期都有傳出過 醞釀過的 所謂的進一步針對BNO方案 例如 將來要你申報你有沒有BNO 這可能會涉及到發假事的問題 當然 如果去到最盡的話 中方又或者特區政府 可以向移民中介公司 甚至是本地醫療機構施壓 要取得一些有意移居英國的香港人資料 然後鎖定這些香港人 限制他們離開香港 畢竟你如果申請移民 你都需要良文證 你都要身體健康證明 即使未有進一步的措施 可以預見的影響 包括有些甚麼呢 BNO上其他地方的簽證 可能就無用了 變成廢紙一張 跟中國友好的國家 是應外交部的要求不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 香港的市民不可以拿著BNO去這些國家 即使外國某些國家不響應中國的行動 港府都可以配合北京 要求在香港營運的航空公司 不能再讓BNO作為入境證件 甚至要求航空公司 把BNO上其他簽證視為無效 航空公司是有責任確保乘客可以入境 所以一定要登記乘客使用甚麼旅遊證件 這會對香港人構成一個實質的影響 日後所有人離境時 一定要用非BNO的證件登記 大家想買機票的時候 一定要輸入護照號碼 如果政府要求航空公司不承認BNO的話 大家日後就不能用BNO買機票 或入境去其他地方 日後如果在外地的香港人 如果拿著BNO 需要中國領事館或大使求助 他就可以不理你 不過你會不會找他們幫忙 香港人也可以找英國領事館協助 好像去年4月拿著BNO護照的香港人 逐留在秘魯都是搭英國政府的包機走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 強積金受託人如果以BNO簽證5加1方案 作為一個非移民理由 有機會不容許他們拿回他們的強積金 香港人的未來和前途 從來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現在變成兩個國家博弈的籌碼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感到極度無奈 加上這些反制措施 和日後可能加強版的反制措施 有一個可能性令到本來想離開 但仍然有保留的一班香港人的決定 早走早著 因為怕政府有後著 還有一班最無辜的受害者 就是97年之前已經定居在香港 持有PNO護照的非華裔本港居民 入境的數據顯示 近年申請入籍中國籍被拒的個案是有上升的趨勢 換言之 這班外籍人士 他們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證 也好 但因為他們不是中國籍 他們申請不到入中國籍 他們不能申請香港特區護照或活向證 雖然這班非華裔人數不太多 但這個措施都可以令他們兩頭不到案 他們唯一的辦法是向入境處申領簽證身份書 BNO5加1方案究竟吸引了多少人申請 英國政府的預測是否準確 或是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而居英國的人怎麼會有這麼多 除了鬥晦氣之外 當局真的應該要認真考慮一下 在這麼多國家向香港人招手的時候 人才外流的問題會有多嚴重 以及應該怎樣去解決 除了放寬內地的所謂專才入境之外 香港還有甚麼對策 正如如北京所說 BNO的特質已經變了 BNO再不是BNO 那麼香港的特質呢 香港的特質有沒有變得 香港還是不是香港呢 CADES 黑糖 RM RM RM